记者刘宇庆 澎湖报道,象征澎湖先民开拓历史的澎湖开拓馆,今日摇身一变很庙语化,大门成了庙门,并搜集马公式八间名庙及玉矿雕刻号珍贵古文物,都已列入历史文物,透过宗教信仰与常民文化接规,让后人更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。 彭湖开拓馆即日起推出有什么好神器,马公式百年历史庙与文物精选展,汇集了马公式八间名庙,一新社,南甲海陵殿,西卫陈薇殿,星人茂陵殿,景安北极殿,水仙宫,暗山北极殿,崇光灵光殿,鸡玉矿雕刻号等的珍贵文物。 希望极有特展内容,可以从历史、仪式、建筑、雕像等,让更多人了解宗教传承及信仰内涵,吸济更多人来澎湖感受最具特色的文化观光之旅。 文化局表示,特展以传承历史为宗旨的澎湖开拓馆,述说澎湖五千年前人类活动的轨迹为己任。 自2015年起,计划以五年时间,普查权限具有百年历史以上庙与教堂的文物,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以及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为法源依据,将各类具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、科学价值之庙与文物,进行有系统的调查,并在文物普查计划中找出了澎湖居民的故事。 今日开展仪式,由县长陈光复,议长刘晨昭玲,议员陈慧玲,苏陈秀瑟,文化局长郑家威等人共同主持接牌仪式,展示珍贵文物,包括神像、神漫、秀奇、武教、牌匾、香炉等。 民众可以透过解说面板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,西纪透过一层层的文物资讯解密,让参观者了解身为澎湖人的历史骄傲。 您要注意一下,请注意一下,请注意一下,请考虑画传出的位置。 感谢观看